欢迎来到学龙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要带大家看Pandas SS第四节 这个美国犯罪数据 首先我们要浏览资料 当然就是先引入Pandas 这是资料格式 这边是一个CSV档 也可以先把它载入 载入之后 我们就来浏览初步的资料 浏览资料我们现在习惯的 就是通过pd.readcsv 通过这个head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前纪栏 这是有人口 这里有各类的犯罪 这边有一些是 谋杀,有一些是暴力 还有一些偷窃 各种各种的犯罪 这里total 就是每年的各类犯罪的总数 对于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先通过.info 来做个总栏 这info的总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它现在的每个数字都是 这个int64 都是数值格式的 但Pandas对于这个时间 它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格式 叫做daytime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通过什么呢 pd.to daytime 把它转成这个时间格式 转成时间格式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时间索引 这个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案例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练习 来练习这个时间格式 好,那时间格式转换的时候呢 你就要指定说 我把这些数字要如何解释 好,这边通过这引号 百分号大写的Y 就是呢,把它解读成这个年份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转换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info info这边已经变成了daytime64哦 好,那接下来 我就要把这一列当成索引 当成索引呢 就是通过这个saveindex 就可以把这一栏变到这左边 好,那且设完之后呢 我们把原本的怎样 把原本的这个覆盖掉 所以我们再来执行 好,所以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新的表格 左边呢就是这个年份 好,那再做 在往下做之前呢 他还做了这个小修正 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 删除某一个栏位 就可以通过这个delete 好,那我们再执行一下 对,delete之后呢 诶,它的什么 total这一栏就消失哦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节的重点 就是这个resample指令 好,resample呢 跟之前的group by有点类似 但它是对这个时间的 好,它可以对不同时间间隔 做一些处理 我们这里呢 就可以对这个 好,所以这边下个指令 resample 好,那 这时间系列呢 就写这10as 这10年 那每10年呢 我们可以把它什么 加总 它再来sum 诶,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这10年的总和 好,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人口你把它加总比较奇怪 好,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再把它改成这个min 现在就可以得到每10年的平均犯罪资料 好,例如说 在1960年的时候呢 美国人口大概是什么 大概是这个2亿左右 在2000年的时候呢 平均人口就已经达到3亿这么多了哦 那对于刚才呢 人口我们加总不太合适 我们也可以单独对这一栏 做个什么 取最大值的情况 好,我们一开始呢 先把原本的再resample 先求总和 但是呢 这边加个s 把它变成一个新表格 接下来 我想要对这个population这栏 重新resample 那这边呢 把上面 现在将上面这个复制 但是呢 这里指定 我们指定成 这个population这一栏 好,那这里我们就取什么 取最大值就可以了 好,那做完的东西 我们把它建成一个series 好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把表格的证栏呢 做个更新 我们再来执行 好,这里就可以看到 现在的population呢 它用的是什么 这10年里面呢 最多的人口 好,所以可以看到2000 可以看到这2000年到2009呢 目前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这个3亿了 好,那接着呢 这边都是用这个总和 也就是10年的这个犯罪人数的总和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小练习 就是通过IDMath 好,这做什么事情呢 诶,它可以取得什么 各类犯罪在哪一年 出现的数字最多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IDXMath 目前就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 不同的犯罪列行 最高的年份是什么时候 那我们可以再加个S 再来看一次 这里就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1990 好,所以1990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犯罪 实际上是比较盛行的 好,那最近几年呢 最近这几年 数字就有下降的这个趋势 简单再回顾一下这一节 这一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2day time 把它转成时间格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什么 通过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resample 好,这边呢 可以选择我们的时间单位 来对时间做个重新的采样 关于时间序列的应用 还非常多 我们之后还会专门 对时间序列做一些探讨